在山西太原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,一家从港片中走出来的港式茶餐厅引人注目。 85后香港青年苏子硕正是这家餐厅的经营者,2015年他离开香港一路向北,在内地开店传递港味文化。 打扫卫生,准备食材,接待客人。 4月23日,苏子硕同往常一样在店里忙碌着。 店面不大,绿白相见的招牌,复古印花的地砖,旧时火车车厢般的皮卡座,奶茶,菠萝油,咖喱鱼蛋等地道香港美食,港味十足。 德游是我爷爷的名字,50年代他们没有任何想法,也很穷。 那个时候开个茶餐厅是为了养家,到我们这一代,我觉得就是把一个老品牌带过来内地, 然后去被立地的朋友感受一下香港的特有文化。 1954年,苏子硕的爷爷在路边开启大牌档,直到上世纪80年代, 父辈租下档口旁的铺子成为茶餐厅。 经过60余年的传承坚守,德如在香港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茶餐厅,吸引众多游客打卡。 感谢香港90年代的电影,前辈们,香港的前辈们,他们就是除了拍电影以外, 他们会放了很多香港特有的文化在那个电影,那个歌曲里面。 所以说那个时候,哪怕你没去过茶餐厅,没去过香港的任何饭店, 但是你会听过这个东西,来咱们饭店,去口香港的饭,听听粤语歌,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情怀。 2015年,在香港从事广告工作的苏子硕,因看好内地经济发展, 决定离职来内地创业,并选择了成本投入低,港式茶餐厅数量较少的泰园。 茶餐厅就是等同茶园的面馆,就是简单去口,不贵, 然后去完味道也不错,就可以了。 这个是茶餐厅的地位,还有它存在的价值。 如今,苏子硕早已适应这里的生活, 她与泰园有着不解之缘,除了事业,她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。 我那个威风区,她是山西运程人,我是一个香港人。 相差两千多公里,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。 这个是我从小都没想过, 我希望呢,就是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茶餐厅。 给更多的朋友尝一下,就是香港的茶餐厅到底是怎么样。